中國新聞報導,早前姜濤為迪士尼 POMO反轉老朋友第二輯 他跟阿減連繫上來 非常之多人喜歡阿減 在各大串流平台、社交媒體 以及各大姜濤群裏都差到大壓減 現在歷史以來公佈了成績 反轉老朋友,票房已收到6700萬以外 這次的成績似乎姜濤公不可沒 我們看看現在是甚麼情況 究竟姜濤跟迪士尼是否有進一步的合作空間 一會跟大家分析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找 這段影片和劉果然一個深深一個笑 和課金之前 姜濤早前因為覺得自己跟阿減這隻公仔 反轉老朋友二的角色非常相似 無論角色的原型、外型、性格 姜濤都覺得跟他非常相似 甚至現在連CORA的IV Show IV Show 這次是反轉老朋友二的配音之一 他都盛讚姜濤 覺得姜濤在各方面都跟阿減非常相似 他簡直希望可以為阿減的配音做出來 他很希望聽 當然我之前也分析過給大家聽 暫時應該沒有可能 可能在之後出這個南光碟版 或者是全樓平台版的時候 有機會找姜濤做配音 也不知道 結果封摩了整個姜濤的群組 很多姜濤都希望拿著阿減進去看電影 當是支持電影 坊間的網民已經有很多說話 這次似乎姜濤為這部電影輸出了不少 而且很多姜濤都因為姜濤說他很像阿減 所以紛紛去進戲院看 去支持這部電影 希望值次告訴迪士尼卡 這次雖然沒有姜濤粉 因為動畫當然是沒有他的角色 但就算沒有他的角色 沒有他的配音 似乎因為他就這樣拿著公仔 都可以為了這部電影的票房 盡了一分力 所以整個過程流程 似乎姜濤都有一定的份量 似乎就給點訊息給迪士尼 說著姜濤真的很適合 或者說著一個票房的指標 一個成功的指標 去說迪士尼聽 下次找姜濤去合作 無論合作什麼項目都可以 你說配音也可以 拍戲也可以 有很多工作 都希望有機會給姜濤 所以這次反轉老朋友的票房 似乎在姜濤群組 記得有一個留言說 今次這部電影 其實大部份都是姜濤 有份幫忙出力去看飄放 都有姜濤的份 相當之厲害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是 老實說一句 因為姜濤 姜濤其實自姜濤 拿了這個公仔出來 拿了這個公仔出來 去說自己好似 好喜歡 甚至是 整個角色都好像為姜濤 而打造之後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紛紛都覺得姜濤非常相似 而且整部電影都有一個影子 你明白嗎 就算公仔進去看 不知道姜濤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問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覺得 咦 似乎 好像一邊看《反絕老朋友》這部電影的時候 似乎姜濤都好像一齊跟我們一齊看 一齊在現場 因為 不知為何 我一看到阿減這個角色 就自然想起姜濤 很可愛 所以我看得很高興 覺得姜濤有份做這部電影一樣 整個流程當然是很開心很過癮 而且在說這個《反絕老朋友》 我都不只看過一次 我都起碼看了三次 為什麼 我想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當作支持姜濤 既然姜濤都開到聲說他像阿鑑 我當然全力支持電影 我都看了三次 另外一件事就是 是一件好看的劇情 老實說 都感動 感人 還有我覺得故事結構 都是令人簡易明白什麼是情緒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所以我都看了三次 在姜濤群組合裡 我聽很多姜濤說 都看了很多次 而且不單是像高欣仔 看過三次 有些甚至是 比高欣仔看得更多 我聽說 我看姜濤群組合分享 我聽他們說 好像說 好像說十次左右 每一次他都 很有趣 我都分享 這個姜濤 他看了十幾次 每一次都去不同的戲院 每一次他都會拿著阿鑑 拿著阿鑑 他好像說是幾多CM 讓我看看姜濤 他好像是在說 在說這個 在說這個 40CM 還是80CM 頸枕 他在說80CM 頸枕 看著看 對 接著就去了十間戲院 去了不同戲院的 反戰老朋友的長次 去打卡 去看 相當之支持這部戲 他亦都希望 即是希望 直此 好像高欣仔說 直此告訴Disney 姜濤 是值得 迪士爺和他合作 因為 他是一大群的姜濤群 所以姜濤群可以帶來很多的票房 所以就這樣 我之前段影片都有分析過類似的理論 然後後來有我的觀眾聽眾 留言 就問 會不會真的 真的有機會 是 Disney 會因為姜濤這次的舉動 而增加 跟姜濤的合作呢 那次 我都回覆我的觀眾聽眾 其實 都極致有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姜濤 他拿了阿淡這個公仔 出來做一個社交平台的Post 然後有大量的姜濤 亦都有Post 進去戲院看 亦都造就了票房 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用一個邏輯理論 雖然它是普通一個家庭 開心娛樂大家的一個樂園 一個樂園的模式 但是它也是想賺錢的 你想想 它也是想賺錢的 你說拍戲、拍劇 當然它是賺錢的一套途徑 但是它不會跟錢作對 不會像馬克風那樣跟錢作對 如果它明知道 咦? 找姜濤合作 其實原來真的有一大群粉絲群 有一大群姜濤會隨之而買的產品也好 或者谷行收視點擊也好 真的可以做得到 而且這次姜濤其實沒有參與過這套動畫 配音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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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於他就拿其中一個角色 阿減其實在裡面不是一個男主角 我只可以這樣說 它是一個配角類似 但是你想想 這是第一個重點 就算是一個配角 落在姜濤身上 都立即變成主角在香港 在香港的電影市場 或者在這套戲裡面 都成為一個主角 正正反映到的事實 就更加厲害了 正正反映到的事實就是 無論主角、配角還是客串 只有姜濤的宣傳 駐姜濤的參與的話 它都一定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漂泊 以及一個很好的宣傳效果 即是我昨天也說到 Easley 也會轉播賭穴者 賭穴者這套戲也是姜濤做客串 其實跟姜濤是不無關係的 老實說一句 所以我想Disney 我也說了 它作為一個 即是世間上這些公司 當然是賺錢 為了賺錢 那些方向去做 難道真的找Anson Lo去合作拍戲嗎 是只有杜濤這麼勇敢 才找Anson Lo去合作 或者找他這套男主角 坊間成傳 我覺得也是 杜濤應該也是 根據網友的分析 都會真的找Anson Lo做主角 真的只有他這麼勇敢嗎 那所以 所以 所以 我覺得Disney 真是一個 真是會向前行 如果向前行 那一定是找姜濤 是別無他選 是吧 而且說Disney 這個品牌 它一定有娛樂的聲譽在這裏 老實說一句 有一個娛樂聲譽 只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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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 所以就 所以就 所以 所以我在想著 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到姜濤的電影夢呢 其實姜濤 就是 我當初 就是 收到一個消息說 Anson Lo拍杜其風 Edan拍翁志光 我的確是 內心是有點不高興的 老實說 我正在想 為什麼 一個 在 麥克爾維的電影史上 最高票房的姜濤 居然都沒有 跟 杜其風 或者翁志光合作 我之前也有分析過 如果 如果 姜濤 是 是 是 有這樣的票房 他應該值得更加好的 合作機會 是不是 在這個 電影圈 或者電影壇 不過 後來 我想一下 我也是想錯 都是 爭飲一步 就是 其實 我又不一定要 羨慕 跟杜其風 和翁志光合作 如果 姜濤跟了 迪士尼合作 那你說多厲害 你現在香港的明星 有跟迪士尼合作 我不知道 有數 梁朝偉 是 是 是 酸圈 酸圈 如果你有去迪士尼公園 都是其中一個角色 還有 跟迪士尼合作 大家想一下 香港還有什麼 好像以前 成龍都試過 我忘記了 你說近 近幾年 到最近 都是 梁朝偉 你想一下 跟他們合作 那些 都是 在電影圈 都有一個 地位 或者是 一個 巨明星 所以 如果 姜濤 可以跟 迪士尼合作 那就 比 Anson Lo 和Edan 更加好 更加 能夠 發光發熱 更加 能夠做到 那種 叫做 叫做 一個 叫做 好一點的 機會 是吧 那 更加正 更加好 我有時 在想這件事 要不 就是 Mercalville 有一個更好的打算給姜濤 可能 他覺得 跟 杜其鋒 或者雄智哥 合作 都 並不足夠 反映姜濤 那種 紅化 並不能夠 反映姜濤 的 性格 畢竟 因為憑著 媽媽有了 另一個 在 Mercalville 電影史上 最高票房 亦都創造了 現在是 Mercalville 電影系列之中 最高票房的 一個 藝人 所以 所以 姜濤 是否值得更加好 我跟大家說 是否值得更加好的 結果 我自己 就覺得 是 這樣 當然 我知道很多姜濤 近這個月 就知道 Anson Lo 和Edan 有戲拍 沒有理由姜濤 沒有戲拍的 對吧 只有拍我的電視劇 我知道很多姜濤 不喜歡姜濤 拍電視劇 老實說 因為拍著Stanley 和Yoyo 兩個 現在 都是姜濤 不喜歡的 Stanley 和Yoyo 所以 他覺得 拍電視劇 似乎 浪費了 浪費了 薑濤 亦少了一個 發展的機會 倒不如 如果有時間 倒不如 去拍到電視劇 更好 不過 正如我之前所說 與其 隨便 握電視劇 給姜濤 可情 可情 以我的意見 倒不如 等一個更好的機會 不一定要拍一些 厲害的導演 我自己覺得 因為 在我心目中 欣賞電影 這麼多年 有時候 大導演 都未必好 老實說 他們都可以磨死一個演員 以至到票房 都不可以 好像上當年 我最記得一部電影 就是梁朝偉 那個 那個擺盜人 那個是很慘烈的 無論考碑票房 等等 都是不好的 你說 那個擺盜人 那個班底不好嗎 好 一流 演員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都是有名 但是 其實都是一般的 拍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太過潛衛 還是太過深 所以 都不可以 所以 有時候我情可 姜濤是等候 一個好的機會 好過 真的 隨便拍到電影 所以 我現在 越來越看到 蛛絲馬跡 我是覺得 姜濤在未來的日子 應該會和 迪士尼 有一個合作 但是 至於什麼合作呢 我便要做人分析 當然 我的建議 合作 當然 最好就是 拍電影 和迪士尼 我相信 對於姜濤的電影事業 應該可以 買進一大步 這個當然是我的 踩賊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這個是我的空相 希望這個空相 看看可否實現 好 今節的姜濤中學新聞報道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